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如果有水电工程需要维修或者是装潢的时候会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人 原因是在台湾这个建筑产业缺工实在是太为严重了 今天晚上的封面故事也是我们的头条新闻叫做真做工的人 原因是这种蓝领阶级的工作多半辛苦工时长甚至有着很多的风险 因此缺工非常的严重 假如以人数跟行业别来看的话 整个产业当中光是水电工跟师傅级的就缺了2万人之多 板模工缺的更多有5万人 其中最缺工的要属于泥座师傅 因为所有的建筑产业都会需要泥座师傅 至少缺工10万人左右 曾建制传承年轻伙伴技术诀窍 他从事20多年水电工程当老板之后坦言找员工真难 半年至一年都招募不到新学 另一位是科班毕业的水电师傅曾光山 在北投社区大学居家水电维修班 担任老师教民众学会DIY 可见基层师傅有多缺人 董木工水泥工那些我们的都是一样 都会遇到现在一个就是会有一个断层 工作辛苦环境不佳 伴随危险性但收入可能高过上班族 师傅级每日工资2千3日3千元 学徒半计师1千2至2千元 但净身师傅还得考取甲乙比级证照 要操作很多东西都需要有证照 然后都要去受训 然后都要去考试 让人却步的原因之一 受训 考照 累积现场经验 23年才能出师 或许有人问 难道连技术高中的毕业生都不愿投入 我的同学我大概30个同学 我知道出来做水电的大概只有两个 那些同学他们就去二专 去大专 去读书之后 那他们出来就变成是工程师 在认知上来讲的话 会还是会有差异性 升学依旧是社会价值主流 2018年技术高中学生人数 呈现少于普通高中的黄金交叉 就算少死化影响 106至111学年度 普高学生少了3.1万人 但技高却足足掉了9.1万人 让师傅缺工 雪上加霜 不过深入探究 其实反映了技术价值在台湾不被准视 打水电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水电行的店家 工钱比料钱还要贵 那这样你能接受吗 家庭那些你叫的水电工的 如果没有2500到3000的时候 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不太会排那个工作 专业的这个所谓的执照 那是跟居住安全有关的东西 台湾人应该要尊重专业的素养 尊重技术价值 改善工作环境 提高薪资福利 让更多人才愿意投入 是解决师傅缺工不可或缺的条件 缺工是现实状况 但是再往深一点探究 其实是年轻人越来越不想成为蓝领阶级 这从各个技职学校入学人数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108学年度的时候 读高中跟读高职的人成为一个黄金交叉 读高中的人将来考大学 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多 愿意去读高职的人越来越少 来到110学年度 两者的差距就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也有很多家长还是停留在 万般接下品唯有读书高 希望家里的孩子能够读到大学毕业 可是今天的第二则封面故事报道 我们找到了好多优秀的技职学校学生 他们也许不是那么爱读书 不是那么会考试 可是技职的专长 让他们从黑手变高手 其实还没有毕业 就有好多企业抢着来签约 叶家红操作价值破亿的大型加工机台 这家厂商生产全球最先进的冲床设备 他们大胆启用 出身产学合作 目前已升格济师的年轻员工 林建宏正组装价值近千万的冲床设备 他是瑞芳高工机械科 产学吸手专班高三学生 会比较辛苦 就是人家在读书我在上班 你渴望去得到某一些技能 或者是从中获取成就感 实习工厂里产息专班的学生 加紧磨练技术 老板他们比较看重都是工作经验 是很喜欢一直坐在教室 然后看着书 我都会觉得我今天又更进了一步 做出了这个东西 就让我有成就感 110学年度教育部启动 产学吸手2.0计划 学生就读技术高中 毕业后执升科技大学 并且成为企业正式员工 实习期间薪水不低于法定薪资 在校读书 每个月领取5000元奖励金 减轻经济压力 学以致用 我们不再去追求说要读什么样的大学 需要的是专业技能的提升 而且专业本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才有可能操作这些提起 我们都会跟厂商的部分 去协调做一个契合式的课程 自动化的课程 比方说气压 然后甚至安排更深入的检定的部分 不过对厂商来说 照顾的对象是员工更是年轻的孩子 团体的互动 他们的一些适应状况 甚至照到他们的价值观的养成 其实我们都要付出相当多的心力 甚至包括说到跟家庭 跟学校的沟通等等 对企业的好处 可培养稳定优质的劳动力 只是台湾98%中小企业资源有限 它需要有人带 所以你如果建议一个企业 比如说十个人 引收一个人去带他 那花他一半的时间 那至少是十分之一再乘二分之一 他就二十分之一的产能就不见了 另一方面 年轻学生职业倾向能有变数 因为他年纪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他可能会 兴趣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 学生处于职业探索期 升学主义盛行 产业资源仍在拓展 都是产学合作的挑战 解决产业缺功 让学校理论结合食物 孩子学以致用 政策是美意 也要社会观念资源加紧跟上 接下来关心健康议题 一位90岁的阿公 肝脏长了肿瘤 他想治疗 可是年事已高 到底能不能承受治疗之后 严重的后遗症呢 其实家里如果有长辈罹患癌症 家属多半是很焦虑的 专家建议从四个方向来决定治疗的政策 第一是说 这位长辈的身心状况 是否能够负担 第二是说 治疗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 或者是严重的风险 第三则是长者自己的意愿 因为他的心情也攸关到 预后状况好不好 最后则是要考量 一旦接受治疗之后 后续的种种照顾 都要提早规划好 才会让罹患癌症的长者 能够得到好的治疗方案 直径7.6公分大的肿瘤 相当于成人握拳这么大 发现它是一个西形肝炎造成的肝癌 大面积的肝癌 长在90岁高龄 黄老先生的肝脏力 这个黄老先生那虽然90岁 他对于治疗 自己有积极想要治疗的一个心态 治疗上目前大家的共识是 不会以年龄 就是说这个几岁这个数字 来当作唯一判断的标准 只要选择合适的治疗 即便是年龄比较大的年长的患者 也都可以从这些治疗 得到治疗上面的好处 于是医师为黄老先生 同时进行了放射治疗和标靶药物 肝功能的指数在治疗过程中 都很正常 所以老先生很顺利 大概在三个礼拜 就把整个疗程做完 临床上 引发长者接受癌症治疗 仍有许多预后良好的案例 不管是乳癌 社会线癌 或是肺癌 大肠癌等等 其实年龄越大 其实发生的机会 其实是相对都会变高 现在治疗的方式其实很多 各式各样的新式的药物跟技术 其实都相当的发达 年纪大不代表不能接受放疗 化疗 药物和手术 医师提醒民众 当家中长辈离癌 切勿听信方间传闻 轻易放弃治疗 《大爱新闻》张泽仁 林新宏于建新中部报道 我们的长辈如果健健康康的 就是儿女最好的福气了 法国这位83岁的阿嬷 正在勤练马拉松 因为她想拿到明年巴黎奥运的入场券 踩着轻快步伐穿越美丽原野 跑步这档事就连许多年轻人 也视为未徒 她却乐此不疲 轻描淡写到处对跑步的热爱 但阿嬷的风功伟业可是有目共睹 每周平均跑50公里 去年还打破一项世界纪录 43岁才穿上跑鞋 40年来她已经跑了57场马拉松 在正式比赛中累计大约8000公里 相当于从巴黎跑到北京 承认年龄不只是数字 但阿嬷还有着雄心壮志 2024年巴黎奥运全民马拉松 将首度开放奥运路线让民众参赛 限量2024张号码布 她势在必得 大爱新闻 姜玉婷编译 稍后回来我们要到巴西探望这一群鳄鱼 他们生活在布满垃圾的水道里 脖子上还被套上了大大的轮胎 这样的生存环境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一起关心 别以为护士丹丹就能养入虎口 手机 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河上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的追击者 抓住她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她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是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失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苏丹内战进入第三个星期 这件事情对你我有影响吗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日常喝的一种饮料 叫做碳酸饮料 它有一个重要的成分是阿拉伯胶 全世界最大的阿拉伯胶出口国 正是苏丹 假如来源短缺的话 半年之内碳酸饮料 几乎就要喝不到了 更别说是苏丹老百姓 现在是夜以继日的 面对枪林弹雨的生活 朝不保夕 莫不再盼望着和平能够早日到来 现在也终于传来好消息了 在非洲联盟跟联合国共同的斡旋之下 苏丹的两个军事巨头 已经决定从明天开始展开为期七天的停火 而且希望这一次的停火是真的能够实践 双方也渴望在沙烏地阿拉伯坐上谈判桌 为苏丹的和平带来树光 货车车厢满满都是人 身子将就绑一绑就出发上路 小朋友累到趴在行李箱上睡着 苏丹冲突超过半个月 让人心痛的几项不断一幕前播放 在南苏丹调节下 冲突两军领导人透过电话 原则上同意四号起停火七天 先前六次停火都没成功 这回在国际努力下 双方终于同意将派出代表 面对面坐上谈判桌 地点可能选在沙烏地阿拉伯 专家分析冲突如果持续下去 当地长期不睦的各族裔 甚至他们在邻国的盟友 都可能被卷进来 苏丹停火究竟成不成 会不会牵动区域角力 全球高度关注 大爱新闻邱凯恩编译 世界上的森林也好 河川也好 里头有很多的原住民 他们是世世代代 栖息在这里的虫鱼鸟兽 但是当人类开发 或者接近他们栖地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些破坏 甚至是污染 我们带您到巴西的里约 来看这里有一条运河 本来是凯门鳄鱼的栖息地 但是现在整个运河不满垃圾 水也变成混浊脏污 鳄鱼被迫要在这样的环境生存 还有一只鳄鱼的脖子上被套了大大的塑胶犬 宝特瓶等各式垃圾点缀 大片污泥是最佳保护色 时而冷眼旁观 时而闭目养神 即使脖子上套着脚踏车轮胎 也只能沉默以对 谁叫昔日称霸的水域已经变成繁华都会 你会有这些验是被预产灾号 尤其前一年四季存地 在当地的预言 当地的宿市中断 设施之宗 在进口正常在进口 寺者在din口 你会有这种灾量乱用的 产生种地 产生种地 也有受疾产生的 产生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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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约热内卢这条运河原本是凯门厄的棲息地 如今成了社区垃圾场 就算污染杀不死沼泽之王 人类布下的陷阱也能要他毙命 社区水道中鳄鱼悠游其间 可能是此地独有的奇景 却因为人类的口遇和环境污染备受威胁 或许有一天鳄鱼出没将成为都市传说 大爱新闻 江蜜婷编译 下周五月十四不只是母亲节也是佛诞节 全球各地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御佛典礼 不在于场面的大或小人数的多或寡 重点在于那一份的虔诚 所以其实您在自己的家里也能够御佛 只要有那一份贵重的心来为天下祈福 在新竹就有慈激志工组成的辅具团队 他们透过送辅具的姻缘进到每一个人的家里 也打造了行动御佛台 让家里的长辈或者病人都能够救进御佛 新竹福聚平台志工送来电动医疗床 仔细教导使用方式 老人家生病 心灵需要寄托 志工以行动御佛方式分送祝福 除了借着送辅具的机会到病患家中行动御佛 志工也以简单的仪式让社区民众能沐浴佛恩 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认识佛祖 然后对 其实是蛮奇妙的这样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福气 因为我的家人都在金光笼罩着我这样子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是很感恩的 有些人真的比较不方便 尤其又那天又不亲切 我也常常去用基杀 要总之就去方师兄就去想到这个 idea 我感觉说 哎哟 没错哦 我们来给佛祖 给佛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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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心灵可以安定 安心 御佛的心也为自己和家人祈福 身心都情敬 该新闻知识女之工林正宇 吴雄林 钱秋红 新竹爸爸 其实呢 御佛已经从一个佛教界的圣典 变成了全球的祈福行动 所以呢 在天主教徒为主的菲律宾 也会有盛大的御佛仪式 而且动辄是有上万人共同来参加 另外呢 历史今天还要带您看到 由大爱电视台所制播的动画电影 《见真大和尚》 在今天登上了大荧幕 2012年5月3号 非玛丽锦纳御佛记者会 此季菲律宾分会与玛丽锦纳市政厅举行记者招待会 邀请媒体与各界人士参加13号的御佛即发放活动 当天 市长德古兹曼也宣布 每年5月的第二个周日为玛丽锦纳市此季日 2009年凯沙纳风灾 此季发起义工代证 带动市民重建家园 短中长期的关怀和陪伴 让玛丽锦纳市很快就能复苏 除了市长定下此季日 议会全体议员也无意义通过 将一条街取名为此季街 5月13号 佛旦节 母亲节 全球慈禁日 三节合一 现场万人齐聚 即使下雨 众人诚心祈祷 仪式准时4点半开始 庆祝母亲节 推动孝道 市长屈膝为父亲御足 前程礼服 道气庄严 黑夜到来时 展展新灯亮起 莲花图案 此季标志 照亮大地 2010年5月3号 见真大和尚首映 动画电影《见真大和尚》 由大爱台3D动画团队绘制 历经5年的时间完成 本日举行首映会 政商云集 感动之余呢 会很想说 能不能有后续 对的事情一定要去做 这个信念跟我们现在 在经营事业其实是一样的 片长97分钟 描述见真大师 前往日本弘法的艰辛 六次东渡 五次失败 历劫失明 仍不放弃 为求真实且与历史场景符合 也考验着动画团队的能力 一个六秒不到的画面 需要一星期来做运算 所有机器都几乎算不出来 那刚好我们有买一台 那个六四未远的电脑 唯一的一台而已 就靠那台去算 快一个礼拜吧 也因为3D动画电影 一百多个人物角色 都须面面俱到 它是一个将来要做 360度的不同角度的 一个去做的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去 模拟它不同角度的样子 这部动画片 票房超过台币三千万 当时创下台湾动画电影 有史以来最高 同年也受邀参加 日本奈良国际电影节 監督是台湾的意识 非常精彩地検証 做的意识 非常精彩地做的 2007年5月3号 中国大陆第一家 此季禁私书院 苏州禁私书宣 正式企业 小志工欢喜开门 迎接贵宾到来 欢迎光临 从1991年华东水患开始 此季扇足迹走遍灾区 如今禁私法脉 结合苏州 传统中国儒家精神 深入社区 传递人文芬芳 您的孩子或者孙子 在幼儿园里头都学些什么呢 也许学书法 学画画 甚至学英文 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这间幼儿园 教点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还让家长眼睛为之一亮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看他们的小小课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苦花鱼 我需要干净的水源 我是苦花鱼 喜欢在基流岸石处蹦跳 人们用心附入河川 与万物共享着一弯美好 苦花不再苦情 给鱼儿一条亲近的河流 我是陈伯正 因为同理心 所以我就很自然地吃素 大概三十年前吧 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 我从小就钓鱼 钓了一辈子 那在那边钓钓钓 又钓到了 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 它是这样 这样挣扎的 忽然 那一条鱼的痛苦 怨恨 挣扎 无奈 那种痛 生生的痛 好复杂 全部跑到我这里来 拉起来之后 跟它说对不起 赶快放走 你看今天钓的鱼 拍摄 倒掉 回家晚餐 有鱼 筷子停在空中 夹不下去 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 吃不下去 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 算了 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 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 竟然开始能够感受 互相善待之后 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关心天气状况 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朱灵秀 气象看大爱 陪您聊天气 大家晚安 今天各地艳阳高照 而且温度也很高 今天最高温在高雄来到37.4度 屏东还有花莲也都来到35.8度 那明天也会这么热吗?会哦 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 明天白天在高雄还有屏东 可能会有38度的极端高温 南台湾还有花冬也会来到36度 温度方面可以看到 今天一直到星期六各地都蛮热的 西半部的高温平均有30到33、34度 一直到星期天星期一才会转凉 像是北台湾在星期六高温有32到33度 星期天开始高温下降来到25度 而下个星期一会更凉来到20度上下 像明天这么热的天气要注意的就是紫外线 全台湾都来到过量级 也就是在阳光下晒个20分钟 就会对人体带来伤害 尤其中午前后两个小时紫外线会最强 包括皮肤还有眼睛都要小心做好保护 下一波天气变化就在星期六开始 会有今年梅雨季的第一波梅雨封面逐渐接近 星期天随着封面接近通过降雨会变得比较明显 而高温也会下降紧接着后面下来的东北季风 会让北台湾变得再凉一点 看到这一波梅雨封面的下雨范围 在星期六封面接近北部还有东部 会变得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降雨几率也会逐渐提高 而真正雨下的比较多的会是在星期天 可以看到全台湾都有机会下雨 尤其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会有局部的阵雨 或者是雷雨 这个雨势都可能会比较大 而花东还有南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生活follow me抓气象重点 今天一直到星期六之前温度都偏高 明天在高雄还有屏东接近山区或是河谷 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 南部还有东南部的高温也会来到36度 出门都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 还有紫外线全台湾都来到过量级 出门都要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帽子 撑个洋伞做防晒 今天晚上的明天清晨 西半部还有马祖容易会起雾 或者是会有低云影响能见度 航班往返的话要多多留意相关资讯 还有空气品质方面 明天在北部还有中部以南 全部都是橘色提醒 过敏族要注意了 把口罩戴好防过敏 接下来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血液疾病的患者来说 移植造血干细胞是很关键的治疗方式 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认同 而且也接纳这样的观念 甚至积极地想要成为捐赠者 最近在新北所举办的一场建党活动 110个名额两个小时就已经额满了 而且来参与建党有捐赠意愿的 多半都是年轻人 西来攘网的捷运站出口 是慈禧志工招募年轻人 参与造血干细胞验血建党的最佳场所 不少人透过志工结束后 以心动支持 跟我女朋友一起来的 那我们是在乐华夜市 看到有人在挂布条 因为我一直都有捐血的习惯 所以就想说可以来捐赠骨髓 希望可以配得 然后帮助更多的人 那一个挣扎下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救到一个家庭 或是救到一个人 那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林伍云去年就已留过资料 但受疫情影响没捐成功 今年是志工主动联系她来建党 终于能欢喜圆梦 现在的骨髓捐赠 其实好像也是采用比较安全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 就是自己本身捐赠没有什么伤害 但就是对被捐赠来说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重生 我觉得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就读大学的詹欣荣 周围就有罹患白血病的朋友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呼吁更多人站出来建党 我最好的朋友 他身体比较不好 他从出生他早餐 然后有移植过心脏一次 然后现在还有白血病 然后我就想说 如果这个骨髓 还有更多人的去建党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救到更多的人 年轻人的热血响应 这次完成了110笔血液资料 也为更多等待配对的病患 注入重生的希望 待新闻之善美之工 黄月仙 吴松山 台北报道 您的孩子或者是小小的孙子 懂得洗碗 折棉被 或者是叠衣服吗 这些看起来简单的生活家务事 也是需要教导孩子们才能够学的会 在马来西亚的这间幼儿园 就以这样的生活课程 作为跟孩子交流的第一步 结果吸引很多家长 眼镜为之一亮 洗手 洗碗 擦桌子 折衣 折棉被 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对调身份 在老师的见证下 完成一件又一件的教务事 好 准备好了没有 金安 你在家有希望吗 金安 没有 在家里玩是随喜的 第一次是妈妈 然后又要讲什么 玩了 今天我们办这个生活教育闯关 其实主要就是了解孩子们 他的一个自理能力可以去到多少 孩子们会去每一站去做这个任务 那老师就会给他们这个评估 一张张的记录表就是小娃儿 生活自理能力的评估 有的孩子平日在家都有父母带劳 有的孩子则已经是家中小帮手 则婷就有一天跟他出去外面吃饭 然后他突然唱起那个洗手歌 两个好朋友 手碰手 就看到他真的是很认真在洗 然后也很认真仔细地在那边 把他学校学的东西 然后放在他生活当中 我们要对他们自己负责 到小学 大学我们还要操心 你在外面你不会洗衣服 不会煮 但是这边全部都有 他们小小他们就学了 每个孩子都有无限可能 只要爸爸妈妈用对方法 放心陪伴孩子成长 他们也有独当一面的时候 成为家里的小小董事长 大爱新闻林英玉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导 确实是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 您可知道台湾有一支 非常厉害的女子足球队 她们就是高雄瑞翔高中的女足队 曾经在挪威的比赛当中夺下了冠军 现在时隔多年 女足队即将组团再次前往挪威比赛 但是这一次要自己筹措旅费 希望能够跟20多个国家的好手同台竞技 我家平原而且在做腹肌背肌 节奏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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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 烈日下挥汗如雨 一天至少四小时 却甘之如頤 这么拼都是为了能够在今年的暑假 前往欧洲参加挪威杯国际女子足球分领锦标赛 更期待能够再度报回奖杯 球员在操场上辛苦拼搏 还得兼顾学业 面对经费不足 过去为了筹钱 圆梦出国比赛 球员还去打工 我们为了要自筹清费 制作肥皂 那我们去栽番茄 一盒一盒的卖 练球算很累 但是跟同伴一起获得美好的结果 还是最开心的 就是没有出过国 所以这次也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就很想出国去比赛 想要去跟其他人去竞争 然后去看看人家的球迹 希望我们可以被看见 球员坚毅不轻易低头 挪威杯在欧洲被列为三大足球分领锦标赛 女足队最晚得在七月下旬凑足经费 才能够前进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好手一较高下 展现脚上功夫 进而在国际体坛上打开 能见度 戴新闻翁琴林道明高雄报道 有人说电视已经是夕阳产业了 因为很多年轻人并不会打开电视来看影片 而是透过电脑网络或者各种的串流平台 那么这几年更有AI兴起 所以传统电视产业中的很多角色 比方说记者或者是新闻主播 他将来也可能会被AI取代 于是在美国有传统电视产业的一群编剧 现在就走上街头 呼吁人们能够重视他们的专业 更重视他们的生计问题 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抗议 好莱坞陷入一片混乱 不少电视节目面临停播危机 眼前的示威者来自影视产业的编剧 15年来首次罢工规模可不小 串流媒体日益壮大 仰赖分润和节目集数为生的编剧 少了重播DVD销售或版权收益 只能获得固定报酬 随着与迪士尼Netflix和影视制片协会谈判破局 美国编剧工会一致支持罢工 时下话题的AI则是谈判桌上另一个议题 共会希望采取措施 防止制片商透过AI沿用旧剧本创作 或要求编剧更改由AI生成的剧本 至于电影电视剧冲击较小 短期内不会造成影响 罢工行动何时落幕仍在讨论阶段 大爱新闻王家政编译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我是陈朱祺 我们明天见